有請林副署長 林副署長 副署長好 現在社會災難很多 那災難很多 一般人在 就是會 從事這個 網路的一個遊戲 那網路的遊戲 大部分都是一些打打殺殺的一些 網路的一個遊戲 那加上因為壓力 或者是一些感情的一個挫折 都會有一些偏差的一個行為 那以前我們民眾都會認為說 發生凶案 那都是黑兜的 在那裡收台 我們無言無醜的人 都不會受到波及 所以我們看到社會新聞 那些拿槍 那邊在凶殺案 可是都不會造成社會的一些恐慌 但是現在的一個新型的一個犯罪的形態 其實都是一些高知識分子 像去年高鐵那個炸彈課 那是一個律師 那昨天發生的是一個大學生 那昨天也有發生一件情殺案的 也是一個在學的一個大學生 現在人好像說 我如果說不滿意的話 都可以隨意去殺人 所以我們警方對這樣的一個新興的一個犯罪的一個趨向 一個形態 其實你們應該要改變策略 改變防範的一個措施 像每一次群眾運動 你們都不會缺警力 你們保安警察都可以出來 那你說我們警力不足 好你行政警察不足 那你還有保安警察 保安警察你保釋在山上在那邊閒著 平常在那邊閒著 那也是浪費一種警力啊 那你保安也是一樣啊 那為什麼 你不能夠來做一個資源啊 交通警察 專業警察不足 那你也可以來支援嘛 像平常你在處理一些群眾事件的時候 我看你警察就很多啊 立法院警察也很多啊 你都可以多到可以妨礙交通啊 那你為什麼 不把這個警察 這個保安警力來維護 啊這個交通的一個安全 請你告訴我 所以這個案件 台北市申請資源兩個分隊 我們馬上調派 80個人 那其他呢 像高鐵呢 高潔呢 還有高鐵台鐵呢 他目前並沒有申請資源 那那如果說要申請的話 你警力夠嗎 我們從保醫事務來調治沒有問題 對啊那你保市也可以資源南部嘛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警力其實是沒有不足的現象 所以說真的 像昨天發生這樣的一個事件 我們都很震撼 像我們早上今天要來坐高鐵的時候 我們在坐之後 我們要坐之前 都會看到後面 有沒有一些什麼比較不是很善良的面孔 心裡都有壓力呢 都有壓力 那我們台灣這樣的一個隨機殺人 真的是跟恐怖的活動也是一樣的 差別是說他沒有國際化 他也沒有專業 可是他的心態就是要跟你同歸於盡 像昨天那個你看 他殺人他不逃啊 他不逃啊 他也知道殺人會被判死刑啊 他也願意死刑啊 這個跟外國恐怖組織一樣啊 一個炸彈客一樣 他也要同歸於盡啊 所以這樣的對我們社會的治安 真的是威脅很大 那我們 部長 葉部長 部長 我們都一直一直在 這推動這個軌道運輸 就大眾運輸 希望大家能夠減冷減碳 減少這個汽油或者是 汽車的一個行駛 可是你看 發生這樣一個大眾運輸 發生這樣一個 重大的一個 治安的事件 現在呢 大家會認為說 啊 自己開這裡比較安全啊 那就回歸以前 大家要買車子啊 這樣的一個 一個現象 那 你如果來保障說 每一個國人在 搭乘大眾決運的時候 能夠人身安全能夠獲得保障 這樣的一個信任 請你告訴我 這些我想我們當然 呃 第一個就是說 每一個這個 這個遠景的這個 這個見景率啊 每個地方的見景率 我們希望能夠再提升 然後呢 每一些公共運輸的 這些產戰呢 這些監視器 我們也會全面檢視來加強 這些設備上 那另外呢 就是說呢 我們我覺得呢 就是 這些緊急通報系統 SOP的作業 還有這個 這個遠景的這個調度 這方面呢 我們也會去呢 跟警政署 還有這個地方政府呢 我們來 那可以 可不可以再考慮一個安檢啊 在捷運那個系統的安檢呢 我想是 相對是比較困難的啦 不一定說要 對 不一定說要 人身的安全 你可以用電子儀器 來做一種安全嗎 因為捷運站的設計 比較不是這樣子啦 可是如果說 我們能夠加強 而且也可以跟捷運公司講 是不是有多一些保全公司 保全人員 那他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呢 行跡可疑啊 有些不是很正常的情況下的話 可以隨時呢 來做點檢查 這樣是比較可行的啦 可是你要每一個旅客 進出捷運站 都來安檢目前 包括這個行李的安檢目前的 他的這個整個設計系統 我想是有困難的啦 但是高鐵這邊呢 我們可以來做一些檢討 我看是不是有一些 行李的這個 這個 偵測器 我再告訴兩位 昨天發生這樣的一個事件啊 其實 其實我可以告訴你 不是最後一件 只是哪時候會再發生 一定是會的 時間的問題 所以我是希望說能夠防範啦 我們當然應該要這樣子啦 你想想看 一個黑社會一個黑道 他可以 他會殺人殺人殺成這個樣子嗎 我們認為感覺說 黑道 亞哥 亞哥不是很恐怖的 最恐怖的就是那個隨機的 看到人就殺 你看一個人殺那麼多人 受傷的那麼多人 但是黑道火兵會死那麼多人嗎 不會嘛 副署長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一個新的 新型的犯罪 的一個 一個現象 你要 你身為最高的一個 治安的副署長 你要重新去 去 能夠檢討 能夠 啊 做一個防範 好不好 好 請你回去 部長要再請教你 你這個民用航空法 你要做一個修正 你有提到說 這個 輕型載具的一個設計啊 的一個管理啊 你要 你要實際要放寬 那你又說 你要 你要有一個法則 我請問你 為什麼 為什麼中國大陸 他們都知道 他們要超越美國 他們高鐵超越美國 他們公路也要超越美國 他們高速公路也蓋得比美國還要多 他們海運也開放了 他們也要超越美國 他們現在空域也要超越美國 你看 人家 大陸 就開始發展 私人的載具的一個 一個發展 那我們台灣呢 我們交通部主管的 我們是一個海島國家 現在我們的海跟空 我們的法律這麼保守 我舉一個例子 你今天要修正的 你那個 私人 清醒載具的 一個飛機場 一個飛機場 你法律那麼限制 你土地要限制 土地要林地 一個私人的飛機場 要用林地 林地都是山坡地 可以蓋飛機場嗎 那你說好 水利地可以蓋 那蓋在水利地 你要叫他飛機淹水嗎 那你說好 那可以蓋 丁種用地 丁種建築用地 那我蓋一個飛機場 要一百公尺 我拿土地來蓋飛機場 那我不是傻瓜嗎 好那你又說 可以用油氣用地 我問你台灣油氣用地 到底有幾塊 所以目前 十三四座 私人的 清醒載具的 試飛場 只有四座是 合法的 一座在花蓮 三座在屏東 我問你 一架飛機要 一架四人的飛機 輕型的飛機 飛上天 不用 價值不到一百萬 他被你罰款 被你罰款要三十萬 跟七四七一樣 一樣重 七四七一架到好幾十億 一百萬以下的輕型飛機 跟那個 那個長榮跟華航 發的錢三十萬都是一樣的 有沒有符合比例原則 有沒有符合比例原則 人家業者 希望能夠發展 我們台灣的航空 私人載具的航空的事業 可是台灣沒有這樣的一個環境 沒有這樣的一個環境 跟你們澄清 有 法令不犯款 但是執行犯款 你還跟他交代一下 沒有記者知道 記者知道看出來 我要跟你罰罰 哪有這種事情 哪有這種事情 部長 這我聽起來就是有一點奇怪了 因為我覺得 不是有一點奇怪 這是很普遍的事情 如果一個法規上有問題的話 是過於嚴 當然我們可以來檢查 那我剛剛 我跟你講啊 一個示威廠 要做一個示威廠 這樣的一個是 五個限制 我問你 這樣五個限制 你認為說合理嗎 這我們請局長來說明一下好不好 跟委員報告 委員所提的是超情形載具 那現在這個用地的問題 不是民航局要規定 因為包括內政部 還有核川署啊 各方面 它因為 還有國家公園 有一些地方是 那邊的法令要求是 絕對不可以飛 那你可以用 我告訴你 這個輕型載具的示威廠 你可以用農地啊 那這個部分 那個可以用農地啊 因為他不用鋪這個柏油啊 那農地 他也不會 他不鋪柏油 他頂多就是 種這個草皮 那也沒有破壞農地啊 為什麼在農地不行 那你身為主管機關 你要告訴 告訴 農委會啊 這個要 可以放寬啊 那你說好 丁總用地 你跟工業局講 要丁總用地 水位 水位弄一個 一個 一個丁總用地 100公尺的建地 來做一個 輕型飛機的一個示威廠 我們也沒有投資 那麼多錢在這裡 不可能嘛 這個委員 我們去找各部會相關 再進度的 再做去協調 我告訴你 台灣要發展 發展這個航太工業的話 其實你們 心態要改變 你們就是這樣 怕發生事情 發生事情 可以幫你們修理 不然就鬆綁 反正你們都不要飛就好了 不要發生事情就好了 不能有這樣的一個駝鳥的心態 報告委員 我們沒有這樣的心態 不過我們再去努力做一些改變 不是努力 我看你今天秀啊 我今天講的重點 你都沒有拿出來 那個報告委員 都沒有啊 對 那個 都沒有啊 你還增加 增加的罰款 那你沒有不符比例原則 為什麼航空公司 違規30萬 超型載具機具 也是30萬 它一架都不超過100萬的 有些輕型的直升機 也沒有100萬的 好 這個我們會檢討 但是我們覺得超輕型載具的飛行人員 對於航空的知識可能不太夠 會影響其他安全 簡單報告說明一下 怎麼會不會 他們都有駕照的啊 那個 那個思考一下 看怎麼處理 好 謝謝魏明谷委員的質詢 那個 我們接著請林明珍委員